主席大家好 我们先请那个记者师长 李师长请 师长好 委员好 这个专科学校法 修法的目的是什么 专科学校法 其实我们在 很多年来都没有 重新去检视修正过 那至于去年修正的 四条其实是配合 12年国教在做修正 我想这样讲太长 我们简单的讲 今天配合大学法的体力 重新修正 简单的讲就是你说的 要恢复专科的荣誉荣耀 希望把专科的特色展现 主要的目的 那另外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次要的目的 就是减少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 就是希望鼓励专科 让大学变得更少 让大学的失业率变得更少 这不是另外一个次要的目的 倒也没特别去提 是让学校有选择而已 市长没关系 这个是你背后的另外一个目的 我是把它讲得比较清楚一点而已 我刚讲了一下 你看部长的眼神就不一样 我就发现 那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请教一下市长就是说 现在高职的学校 由我们教育部去辅导 做季职教育的合作 跟一般的产业界的结合 刚刚很多委员都会提到 那你印象中还可以讲得出 还不错的高职哪一所学校 跟哪一所公司合作 你觉得还不错 目前就高职的一个跟业界合作 我个人接触的是 哪一间不错 高雄有一个中山工商 我觉得他 跟谁合作 其实他有跟很多相关的企业 讲一个嘛 讲一个企业 义光还有顶泰风 对他的餐饮跟顶泰风 还有山井 所以市长 山井是你自己讲的就还不错 因为顶泰风是人家给你提示的 对不起 来再来 再来 专科学校有哪一所学校 跟哪一个企业合作还不错 专科学校目前大部分 最有特色是护理 护理跟哪个 护理大部分都是跟医院的合作 那你可以讲出哪个学校 跟哪个医院合作吗 像马街 他本身就有马街医院 更新也有自己的更新医院 这个是非常 他跟哪个学校合作 更新 更新专科学校 还有马街专科学校 那南部像词汇 玉音都有 好来 那个大学 科技大学 哪个学校跟哪个企业合作 你觉得还不错 科技大学的部分 其实很多元 没事你讲一个特别 你觉得特别还不错 值得你讲的 奇异科技大学 在中部 跟很多工具机学院 比如说像上瘾科技 这些合作也都非常好 OK 那个市长到这里 那我们请部长 好部长请 52秒钟 我眼神有改变吗 还再加一分嘛 部长你的题目一样 尽快把它讲 一所一个高职专科大学 一个成绩讲一个学校 大安高工跟台北科大 跟这个好像有一个叫 瑞建合作 然后这个情义跟上瘾 跟这些都有很明确的合作 市长讲的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的 台北科技大学 其实刚刚就讲瑞建 它其实甚至是体系 从高工到这个 台中高工其实也跟 好多的企业其实也有合作 哪个企业 这个跟相关的工具机的 这个相关的产业 其实也有合作 这只是讲 相关的工具机我也会讲 我是说哪一个工具机的公司 我刚刚就讲上瘾 上瘾是其中的一个合作 我刚刚讲 你讲的跟市长讲的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的 你还需要再讲什么 没关系 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教育部 让我们技职师 甚至我们高教师 在那个产学合作方面 能够很具体 甚至有一些就业的课程 可以去安排 就业的学程可以去安排 然后可以让 现在很多问题是企业找不到人才 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那如果我们部长 师长都更关心 很多务实的结合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企业 他就可以找到人才了 很多学生毕业 他就可以找到工作了 所以我希望以后 我如果问部长跟师长 这个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可以很快地讲出 三间 五间 七间 十间 我可以答应十间 我可以答应十间 是 谢谢 那代表我们真的很有务实的 在做这一方面的结合 我希望说我们可以 用这样子务实的角度去做事情 不然理论大家都很厉害 我们都很重视继织教育再造 我们都很重视产业合作 我们都很重视产业升级 大家说都说一片双 说到最后就没效 说的整双片 对吧 做的没半斤 所以原则上就是说 希望我们下一次 我如果再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可以重复再问 那你们如果可以答得越多的话 表示我们的成绩会越好 希望以后部长跟师长 跟我们教育部的同僚 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多做努力 是 谢谢委员的提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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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